Lio聊四季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來看義大利人對上立陶宛 立陶宛這邊是由台灣高手雲大來選擇的一個文明 雲大的話應該是選學姬 因為立陶宛在海圖沒有什麼太大優勢 可能是隨機到的 對手義大利的話我不太確定他是不是自選 因為義大利人本身戰艦的部分沒有什麼特別加持 例如冰果、射程嘉義、敗戰艇、火戰團攻速增加之類的 義大利的海戰優勢就只有漁船費用減免 還有碼頭跟大學費用減免的費用 這個也不算實質上的一個增幅 比較好奇的是 義大利應該有可能是自己隨機到的 所以有可能兩邊都是隨機開局 所以才會達到這張庫羅的海這張圖 那稍微簡單介紹一下這張圖 這張圖的中間有一個沼澤地帶 中間有個遺跡 這個海裡有大量的鮭魚群跟食人魚群 這個地方卻沒有金像魚群 司機立國的魚群很奇怪 只有沼澤裡面可以釣到金像魚 在這種海裡面只能釣到食人魚 怪怪的 應該沼澤裡面是食人魚 這邊是食人魚群而不是金像魚群 過魚群也是蠻奇怪的 好 這張圖比較特別就是 左右兩邊會有個窄口 那這個窄口的話 你一定要去圍起來 沒有圍起來的話 很容易就被人家偷路過來 會比較危險一點 基本上只要左右兩邊都有圍的一個情況 中間只要把海圖打好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所以這張圖嚴格來說是在打海戰 但海戰也不會變成絕地性的勝略 那海戰打完之後還是要來打登陸戰 那有可能有些人海戰打出就投了 但其實上四季帝國跟四季帝國比起來 四季帝國2的海沒有比四季帝國的那麼重要 四季帝國4的吃海輸實在很快 那這邊即使到了地獄世代 丟了海 你還是可以靠這些大量的土地去種田 把自己的食物量拉起來 所以這個海的部分 算是前期的比較需要爭奪的一個目標 那中後期的話可以考慮去做放棄這樣子 但放棄之後你要怎麼去打登陸戰 也就是一個大問題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義大利的開局 義大利開局這邊是標準的五目開局 然後這邊是碼頭要先下 沒錯 碼頭先下 然後肉不斷 然後趕快產出第一勢遺傳 但是立陶宛雲這邊的流程更標準 然後這邊 欸 這邊是不是有點小小失誤 喔沒有沒有沒有 看錯了 好 沒事 我以為他斷村喔 結果這邊斷村的是立陶宛 喔不是 義大利喔 義大利這邊有斷村啊 那這邊標準開起來是五目 正常的海圖開起來是五目 然後打頭這邊要趕快去下出來 那黑暗時代去下碼頭這件事情很重要 那一個細節是 你下碼頭的同時也不能讓自己卡到村民 這個房子也是需要木頭的 那這個投資成本的話 這個木頭量要稍微自己注意一下 然後通常要注意木頭量之外 還要去注意這個肉 對斷村 然後這個肉量也要一直持續在50以上 好 那這個地方應該沒什麼好看 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 那通常黑暗時代的漁船會按到4到5招 那如果漁船按太多的話 可能會有點木頭跟黃金不夠的關係 導致封建時代沒辦法蓋這個火蒙桶 很容易會出現一個資源不足的一個情況 然後很容易封建時代 漁船全部被敵方給揭滅掉的狀況 所以要存資源去按這個戰船 OK 那這邊戰船 這邊不是選火蒙桶 是選戰船 那戰船的話不要需要吃手術了 還有操作的空間 那雲大這邊是沒有下冰宮廠的 因為有一些玩家會選擇雙牙頭之後 然後直接下冰宮廠 雖然這個戰船也是會去按 但這個冰宮廠我看 5招5點難直接硬點 因為如果你去點這個冰宮廠的話 可能會損失一到兩招戰船的一個按的時間點 可能會慢一點 那這邊雲大士屬於一個暴冰流的派系 那有機會的話再去下這個冰宮廠的一個打法 而不是極速升一擊射 那我看有些職業比賽 他們會選擇去捨棄掉這個 射程 不是不是射程 這個捨棄掉一兩艘的一個戰船 然後去硬點這個冰宮廠 然後在前期秀一個操作出來 雖然我是覺得兩邊有他的利弊 但我個人還是偏向向雲大戰的做法 先把數量弄起來比較好 那兩邊對射的話 可能數量還是比較高一點 但是以高手真的點磚對決的時候 可以利用藏這個一擊射的一個優勢 然後去秀對手 那就是各有利弊 好 再來看一下這邊 石燒戰劍 對戰目前11兆 兩邊的戰衣數要自己差不多了 血量都差不多的情況下 要如何去點對方的漁船 就是個重點了 能點到對方的漁船 就是一個 鑽 一個鑽字 能不能點到的就是大問題 那對手一直想要往右邊靠 往右邊靠就可以點到雲的漁船 那個漁船能點到的話就很壯 但是目前雲也是很想點對手的漁船 但是感覺目前是有點難點得到 雲上漁船都在想辦法去做一個極限操作 但是雲這邊的漁船突然往敵人那邊靠 去補這個 死忍魚群 哎呀 這個雲這個操作 忙著在控這個戰劍跟家裡 所以導致這個 漁船沒有及時控到 自然來說這個漁船直接往右邊控就好 或者是直接往家裡跑 吃這個小魚 但小魚有點虧啊 還是吃大魚比較好 好 那這邊 雲順利升到了城堡 吃大 那雲的配置感覺上是比較好一點的 好 看起來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 雲的數量跟對手的數量 其實一直都是差不多的狀況 好 但雲的數量有一點少少優勢出來的感覺 但是對手一直有在做這個操作 想要努力的去躲出箭矢 但是躲一躲 躲到後面數量換起來好像差不多 那雲現在是三港口在爆這個戰船 呃 由於雲這邊會由於先上寒寶時代的關係 那會要先測一下 盡量去等這個奴炮 升級好時代會比較好一點 好 那這邊 雲有一個選擇 去點下奴炮戰艦升級 然後去點下自爆船 這邊城堡時代之後就有自爆船 那自爆船能不能炸到也是一個蠻關鍵的核心的問題 然後那這邊雲選擇點下火蒙筒 然後來出位子燒 來綁一下這個戰艦的傷害 好 那對手又也知道雲上城堡時代了 然後趕快跑掉 不能被這個奴炮戰艦給打掉 自己要趕快等升級了 要拖時間 然後雲這邊要重追不死了 但是一船火戰船直接收掉了 剩下兩艘遺船 那這邊對手的遺船幾乎是歸零狀況 好 但是雲這邊沒有先出自爆船 這邊出這個火蒙筒 那這樣也比較穩定一點 因為自爆船不一定打得到這個雲炮戰船 雲炮戰船可以很輕鬆的把這個自爆船擊掉 但是雲這邊還有三艘雲場繼續在運行 那這邊的話可以利用一些小小的優勢 把自己的優勢越積越大 那戰船的部分看起來雲這邊上了上風的感覺 然後戰船的傷害一直都是有的 雲炮戰船現在被壓在港口的關係 所以導致這邊有點沒辦法做到其他事情 但是雲在這邊前置了一個軍營之後 從人被抓掉了 這裡有個屍體喔 有一群被抓掉的樣子 好 那這邊戰船的部分看起來雲是要打贏了 那這邊雲有空 開始把自己的外圍補起來 但通常對手打出海戰的時候很有可能會棄海 像我剛剛說的氣還能打陸地戰 好的一個玩法 那這邊雲是蠻小心的喔 有意識到這個問題 剛好 現在對手打輸我海戰了 那我這邊就趕快去補下這個場邊的圍牆 好 那正面看起來 對手好像要繼續打海戰喔 並沒有要收手 那這邊沒有要收手的話 我覺得出幾艘自爆船 先靠這個火門筒出來 然後再出幾艘自爆船去炸一炸 可能更實際一點 因為現在數量出的情況下 你再去出這個火門筒 平時撐時間而已 最主要還是靠這個自爆船 可能效果會更好一點 看一下這一波 唉唷 這波炸的還可以 但是這邊雲操作的更好 右邊這兩台拉走 以至於這兩台沒有爆炸 不然正常來說他沒有拉的話 這兩艘是必定要爆的 雲到這個系列也是處理的不錯 但是這邊出來不及跑了 唉唷 直接三艘 炸光 那這裡我們再炸一波 唉唷 這波沒有抓到 後面這兩台有點可惜 不然這個魚船也有可能炸到 好 那這一波看起來 雲的一個戰船優勢越來越大了 在家裡也開出了3TC 耶 這次卡技的經濟慢慢農了起來 但對手也是3TC開農 那這邊TC了 農的鐵蠻多的 因為這個對手為了要補讓自己斷村的關係 要投資一些牧場 到自己的農田上 或不是這個戰艦上 但是戰艦還是有幫他帶出 但是魚港沒有去補 那目前感覺意大利這邊的想法 是要去存這個石頭 然後蓋這個城堡 去壓制雲的一個戰艦的想法 那有可能他的城堡 會蓋在一些比較重要的資源點上 那也有可能蓋在這種 窄口位置 這個地方蠻不錯的 這個城堡插在這裡的話 可以蓋在這個魚港 然後可以順便鎖魚港的位置 那如果敵人從右邊來的話 這邊也可以當成一個防線 那就看一下對手要怎麼想 如果插城堡的話 不是上面 就是下面 但我覺得下面更好一點 因為這邊上面城堡可能所位置夠多 敵人還是可以從這邊右邊慢慢走過來 如果要插城堡的話 感覺這邊是首選 這個位置是不錯的 還可以守到牧區還有一些農田位置 結果對手這邊選擇了打城堡 蓋在一個中心點位 好這邊城堡一蓋好之後 就可以再繼續把這個港頭拉起來了 但是魚腦開始悄悄的把這個圍牆 拉到越前面一點 好這邊碼頭直接印下了五個 看來還是要打海戰 那利卡丸 跟義大利兩邊都已經上到了帝王實戰 這邊還補下這個航海技術 航海技術的話可以增加這個 船艦的一個防禦力 那兩邊都補下這個航海技術 那魚這邊細節也是做好做嘛 手推車也點下了 好那義大利這邊也意識到 這時候來蓋圍圍牆 突然可能會被開弄 所以有時候對手也是知道 這一轉船的時候 陸地上最危險的 也是要來防守一下對手 一個突然騎士爆之類的可能性 所以把這個森柳放在上面 避免騎士衝過來 好那看起來兩邊都是要堅持打海戰 好這邊的火戰船有點多 九艘加上兩艘的一個弩炮戰船 但是對手全力在爆這個火戰船 火戰船數量力多的話 也是能包得起來的 只要把火戰船 想成是海上的騎士就好了 那弩炮戰船是海上的一個工兵 結果這邊還是補了一個城堡 確實這邊也是該補一個城堡 防守這個邊境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然哪時候的技能過來也不知道 好那這邊由於被盜炮戰船 還有火戰船燒了幾穿 這個城堡我不太確定能不能... 好應該是可以啊 這個戰船過來後面包燒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OK那這邊快速火噴船 這個重型火戰船也在升級 把重型火戰船升級之後 火戰船傷害會更高一點 但是雲這邊中間的戰船好像有點分離了 戰船要先來會合一下比較好 總共現在有18艘戰船 下面戰船跟上面戰船目前兩邊同時開火 把兩邊都噴火噴得不一樂苦的 一隻噴一隻爽 好來看一下左邊這邊能不能繼續噴完 下面下面這邊 哎唷下面戰線 感覺雲拿到了一點優勢 欸這邊自爆船也慢慢出來 開始自爆了 OK這邊炸了一波炸了爽 OK一直炸一隻爽 對付火戰船最好幫手 就是用這個自爆船 好自爆船一出來之後 戰局立刻打破 雲這邊的優勢就慢慢搶回來 那這邊研究了化學應該是要來點這個火炮戰船 要來攻堅城堡 好但是這邊雲出現了小小失誤 直接在敵人的城堡側城下 對對方開火 這樣不然有點危險 那優勢可能是下面這邊有在出奇事 想要偷偷騎進去 遇到了一點問題 那這邊對手反應很快 馬上出這個熱耐啊弩手 去反制雲大的一個騎兵 那這邊騎兵馬就應該是沒什麼 太大的一個進攻方向了 這個應該是被擋住了 這邊村民也被收掉了 欸結果這邊有這個 石牆喔 這裡有一隻村民在打這個石牆 想要打進去了 好那一隻騎士想要走進去 直接被射死 那海戰的部分對手 利大利這邊在補下這個造船員 然後造船員補下之後 這個船的費用就可以有這個減免的效果 算是一個不錯的一個能力 而且它是見到速度可以提升35% 雖然這個科技蠻貴的 這個要1000樓 然後300黃金 但是它可以減少費用之外 還是能加進到速度 打海戰是不可或缺的一個能力 如果缺少這個的話 地用時代抱船是有點難抱出來的 但是雲這邊是沒有這項科技的 它是沒有造船員這個能力的 所以這邊 雲的話 會更需要吃中出兵的一個技巧 超兵的技巧 還有出兵的一個配兵的哲學 因為雲火戰船出太多的話 還是很容易被這個自爆船的炸光 那奴炮戰船太少的話 就沒有一個弓箭的能力 這個就是一個配兵的哲學方法 好 那這邊直接收掉了一個魚槓 他們的魚開始跑 戰船開始跑 但是火炮戰船已經開始開炮了 哇 這裡是優先打魚槓 而不是優先打城堡 這算一個細節 大部分人都會想要先把城堡解決掉 但如果先把魚槓打掉的話 就可以以防 對手在家裡堆積太多的魚床 好 那這邊有大量的一個火戰船出來了 但火戰船剛才我講的 他最怕的就是自爆船 自爆船開始登場了 自爆船魚魚有沒有再繼續出 但火戰船的數量有點多 火炮戰船可能撐不太住 火戰船很怕火戰船的 但是這裡自爆船數量似乎太夠 火炮戰船來了 四刀自爆船炸個一波 再炸一下 OK 後面這邊直接到後面開炸 再炸一波再炸一波 自爆船再來一點 但是正面的火戰船剩下一點點 這個自爆船能不能炸 再炸再炸 OK 哇 這一波魚魚炸得非常好 來把自己的火炮戰船拉到最後方 做一個防守工作 OK 果然火戰船真的是不堪自爆船的一個 攻擊 這張力太高了 所以導致意大利這邊配兵上出了一點問題 他可能想法太簡單 用這個快速火噴船 直接把這火噴一噴就搞定了 結果殊不知雲這邊的配兵 直接來贏個一招 前面用少量的火戰船 中間用這個炉炮戰船 後面再加上大量自爆船 直接再炸了一波 哇 這一波挑戰看起來 又要被炸光了 哇 這個自爆船真的是第一大功啊 效果太美好了 哇 好 那這邊看起來 雲這邊的勝利越來越近了 看對手這邊賣了超多的食物 可以換取黃金 黃金開始有出現不夠的狀況 但兩邊都是全力打海戰的情況 應該是黃金 兩邊應該都還是多用了 雲的話 黃金還有副場一千多 其實雲這邊還可以再多圖一些港口 但我覺得龍口是夠多的 大概八個啦 八個也算是蠻多的 不用不到十個 那這十個 資源肯定更不太上 好 大量的弄 火炮 火戰船 哇 這邊還是金瑞的 我剛剛想說奇怪 這個戰監怎麼看起來那麼精美 因為這個是生到最好的一個金瑞火炮戰船 金瑞火炮戰船生好之後 這個港口馬上就消失了 但是這首還是無腦在出火戰船啦 唉呀 這首這個想把我覺得可以配一點火戰船 後面再配一些自爆船直接炸進去喔 也是蠻舒服的 但是這首不能在那邊想 而是點家的軍隊升級 好 巨戰的話是可以讓工兵增加一點 一點的一個近戰防禦跟一點的遠程防禦 所以義大利的工兵對決喔 甚至蠻有優勢的 工兵的話 這個熱量的武手可以打持兵 同時也可以打工兵喔 工兵上的開局也是蠻有優勢的 好 那看起來戰艦的部分 對手義大利還是選擇出這個武炮戰船 下面爆了非常多港口 武炮戰船數量一多的話 情也會蠻難解的 但是武炮戰船一多都還是蠻怕 這個自爆船又要來了 自爆船一來 對手跑不掉 直接貼了上來 即即可為直接貼到戰線 只要每碎一發 這個自爆船就會炸個金箍 但是這邊 雲永遠出現小失誤 哎呀 但是還是炸到蠻多台的 這一點失誤不成問題 但是炸光對手的 戰船了 戰船只能開一點點 還自身還是很大的一個戰船數量 但是這個戰船 剛剛有點失誤 去裝這個碼頭 好 第二波的自爆船過來 能不能再炸一波 再炸再炸 哇 又炸了一波 哇 對手應該已經太炸裂了 自家的船怎麼一直炸 一直變減少 好 沒有增加的趨勢啊 好 自爆船又再來一波 再炸 再炸 喔 這裡又再炸一波 哎呀 可惜啊 這個再炸下去應該是蠻舒服的 好 昨天這一艘戰艦 好 看起來雲大這邊喔 非常的配兵 非常厲害 看一下 哎 經濟的部分 二級伐木 二級農田 三級伐木 都有點 基本上該點都有點 守隊車兩邊都有點 但是雲喔 這邊的守隊車下得更早 那這邊有長達一個六分鐘的時間 這個經濟上的優勢 有點滿滿的感 但是我覺得最核心的一個科技喔 是這個挖晶技術 對手到了42分才點一級金啊 雲這邊是20分點下了 哇 這20分點的時間差 可以讓這個黃金的產量 飛躍性的一個增長 嗯 義大利這邊也覺得應該滿奇怪 哎 自己黃金要走木掃啊之類的 嗯 很明顯啊 這邊經濟上有一點小小失誤在 嗯 科技方面的話 我覺得也沒什麼太大能講的 因為這個造船的部分 其實科技就那些而已 那兩邊喔 該點都有點啊 嗯 總體而言喔 看起來是雲這邊喔 的配兵上是更好一點的 戰術沒那麼單調 而且操控這些戰船的一個技巧 也是比較好一點的 尤其是把這個火炮戰船 拉到後排這件事情 這個是非常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因為這個火戰船 把這個龍炮戰船 還有這個火炮戰船 從龍就把它燒光了 那可以讓前面火戰船去砍這個傷害 就算是比較一個重要的 一個戰船控制的核心的問題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